而且聽說你的老師 都是台灣的功夫大師 對 因為我接觸國術前 我大陸也跑很多地方去學 包括少林寺 東北 對 去過很多地方 那最後台灣有一個國術的師傅 叫曾文帖 他算是 當時是八段 他是我們台灣的國寶 那擂台賽的時候 他是世界冠軍好幾次 而且他從十幾歲達到39都沒輸過 對 所以他算是真的是國寶 那遇到他之後我真的是服了 我遇到所有的師傅 可能這一塊他踢得很厲害 這一塊他的全身的很硬 但是要總和起來 還是這個阿鐵師 曾文帖最厲害 所以我就拜他為師 然後跟著他學 後來有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2005年的時候 國術就在台灣 就不受政府的資源 所以就變成國術的圍端 然後台灣就向武術發展 政府支援我們 給我們錢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師傅 不是我的師傅就一個徒弟 不是 我們所有的師傅是國家的 所以我們教的學生是 所有的師傅都可以學他們的東西 喔 了解 所以就算是武術的一個黃金時刻 算武術 所以他們所有人上台battle 就很像街舞有沒有 你說 對啊 好咧 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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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啊 這不是螳螂拳嗎 對啊 這是賀拳 你懂什麼